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繼昌 在醫院工作很辛苦很偉大 尤其是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我有一個以前做醫院 當年還沒有疫症 他做這間醫院是專門收癌症末期的病人 大家都知道癌症末期 其實沒有活動能力很虛弱 所以工作不算辛苦 不過我這個醫話給我聽 經常會有些奇怪的事情 他記得當時有個阿嬸 會向他投訴 你叫小孩子不要在床上跳來跳去 不要吵,他們太頑皮了 你趕他們走 第一,他通常投訴的時間是晚上 第二,大家都知道醫院 基本上探病時間過了之後 哪會有小孩子可以留下來 而這些醫護人員也從來沒有見過 他口中所說的小孩子 那為什麼他一再投訴 整個小孩子在床上跳來跳去 這些小孩子到底是什麼人 或者是否真的人 就沒有人知道 就沒有人知道 我剛才會有床過 教育人